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把手不总则 还有一票否决这样一个制度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换 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很深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的价格开始回落在实际上 这条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纸经验 在中三角地区其中一款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N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抗暴仍然是最重要的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关注办准生证的话题 准生证规范的名称叫生育服务证 是每一对夫妇在生育前必须要办理的 不过这个准生证该如何办 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并没有做出规范 所以对于这个准生证该如何办 需要什么条件 何时可以办 要提供什么证明 流程手续是什么等等 各省计生部门各有各的规定 真可谓是五花八门 准生证也因此被戏称为 办理难度最高的证件之一 到底这个准生证有多难办 我们先来了解一对出婚出育夫妇 曲折的办证经历 小李夫妻俩在北京工作生活已经六年了 如今已有五个多月身孕的小李 打算把孩子生在这里 可是一本小小的准生证 却成了他的心头剧痛 就是我们这 我问你一下 没有准生证以后 那个出生证明能开吗 影响 开不了 就是什么都开不了 应该开不了 然后 也上不了户口 当然了 你没有准生证 你户口肯定上不上 医生告诉小李 没有准生证开不出出生证明 不仅孩子将来上不了户口 而且他也无法享受到生育保险侵贴 没有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 就是像我那个医保社保 那报销那些证明也都开不了 再去找嘛 只能是找一些相关的部门 然后再去碰一碰 看看他们怎么说 小李和丈夫都属于初婚未育 肚子里的宝宝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可为什么一胎准生证就是办不下来呢 这还要从他们牵户口的事说起 小李和丈夫的户口原来都在黑龙江 但他们长期工作居住在北京 考虑到姐姐一家住在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省秦皇岛市 将来办事也方便些 小李便在秦皇岛买了房 最后把户口迁到了那里 并决定到当地办理一胎准生证 却被秦皇岛当地拒之门外了 河北他是觉得你没有在这儿有这个居住情况 他们不了解你是否结婚是否怀孕 然后呢让我建议我去到原户籍地去开 可当小李托老家的经纪 前去黑龙江当地办理时 却同样捧毙 特意让我家的亲戚去上官局开局的说 我这个户籍是刚刚迁走 然后呢到这个街道呢 拿着这个官局开这个证明 到街道去开我这个婚姻证明信 但是呢街道说你已经户籍迁走了 再一个你长时间不在这个户籍地居住 我们也不了解 也不能不可能给你开这个 所以就是到现在来说 我第一步这个证明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手 没想到 黑龙江同样不能给小李出具婚姻状况证明 万般无奈之下 小李只有再回秦皇岛试试 但是如今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她 明显感觉体力不支 丈夫工作又实在愁不开身 小李只好硬着头皮 委托在秦皇岛的姐夫 帮她再去跑跑 4月14日 记者也来到秦皇岛 和小李的姐夫王先生 一道来到了小李户籍所在地 秦皇岛阉山大街接到办事处 接到工作人员再次表示 小李需要出具婚姻状况证明 需要到居委会议集开局 他们这里只负责审核 但是小李购买的是秦皇 至今没有规划出社区委员会 不光没有成立居委会 另一位工作人员在看过小李户口本后发现 街道管辖范围也还没有划定 可能并不归他们接到管理 接到的工作人员一再表示 他们确实没有接到过管辖通知 王先生再次在街道办碰壁 他表示很不理解 为什么户口已经落了 但却没有相关的居委会 或者街道办负责呢 带着疑问 他只好前往户口部上 唯一标注的行政单位 阉山大街派出所问个究竟 派出所民警表示 办理落户以后 剩下的事就不归派出所管了 走投无路的王先生 只好又回到阉山大街街道办事处 办事人员看他近期来来回回 跑了好几趟 决定请示一下领导 这让王先生看到一次希望 街道办领导表示 小李的家属的确来回跑了好几趟 但即使要破例为他办理准生证 他们也必须要出具 婚姻状况证明 可是原户籍地黑龙江 明确拒绝了为小李出具 婚姻状况证明的请求 他们的理由是 首先户籍已经签出 其次小李一直在外地生活工作 对他的婚姻情况并不掌握 而在青黄岛当地 小李购买的小区 又还没有成立居委会 也没人能为他们出具 这跑了大半天 问题还是又回到了 这张婚姻状况证明上 接到办的说法 让王先生很是不理解 在他看来 这份证明上 所要填写的内容 其实并不难查阅 王先生认为 当时嵌入户口时 这些基本情况都已经申放过 为什么到了办理准生证的时候 无论是派出所还是街道 都表示不掌握情况呢 万般无奈之下 王先生只有再去秦皇岛 海港区寄生局 碰碰运气 王先生希望海港区寄生局 能够帮助查询到妹妹的婚语信息 以解开这个 无人能够正名的难题 可是结果却并不如意 出了计生局大门的王先生 有点垂头丧气 妹妹明明一切不可要求 可惜连个婚语状况证明都开不出来 我觉得好像是办事 从这头推到那头 这头 其实好像有点 有点说的 这边也不管 那边也不管 我现在又摸不了头路 坐在路边 紧索媒途的他 一言不发 要了一大圈 跑遍了所有部门后 这张手里的证明上 依旧是好的 应该有一个互通联网 是关于以前未婚或者是已婚 以前有没有过小孩 或者是应该是牵过来之后 这边都可以能查到 一个参考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 现在跑了多少趟都跑不下来 王先生不忍心把这个结果告诉妹妹 磨叽了半天才把电话拨出去 这边开不了 说实好像是就是说 你刚过来之后 咱那边没有你那个具体 具体那个详细信息 时间太短 反正姐夫也比较着急 反正姐夫也是尽力了 出生地户籍所在地 都出具不了婚姻状况证明 小李只能把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居住地北京了 他来到了位于北京石井山的 老山东里社区咨询 工作人员告诉小李 老山东里社区 并不能为小李出具婚姻状况证明 他们最多只能根据小李单位 开启的证明 做一个2009年购房至今的情况前述 但是小李告诉记者 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金黄岛当地 对单位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 有要求 坐在单位必须是事业单位 或者是国家机关 而小李所在的公司 属于民营企业 林营企业对于他出具这个东西 他们是不认为的 谁说呢 这个我们已经向那个当地咨询的 说呢 对对对 小李回到家以后 查阅了大量网络上 关于办理准生证的信息 他注意到 就在2012年12月3日 原国家计刑委下发的通知说明 因长期或多次 多地流动 无法证明会议状况的流动人口 受理地可依据当事人的承诺 为其办理生语服务证登记 这让小李又看到了希望 他赶紧又去北京的街道办事处咨询 街道办事处的答复 依然让小李失望 原来 即使根据国家卫计委的规定 小李给出了承诺 街道办并不能因此相信他 带着一张空空如也的婚语证明 小李心里焦脆地回了家 为了办这个一胎准生证 他们全家出动 耗时数月 前往三个省 总共去了不下十个部门 可孩子出生需要的准生证 却依然遥遥无期 小李跟记者说 现在门难尽 脸难看的情况没有了 可是依旧十分难办 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 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21亿 2012年达到2.36亿 根据规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工作 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 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的 但是规定写得轻松 这这么办起来却并不轻松 事实上多数居住地并不掌握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 户籍地又常以人不在当地为由 无法跟踪 这就导致大家必须在不同省市来回奔波 准生证成为了名副其实 广告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报道 前面的节目我们看到小李全家出动 前往三个省总共去了不下十个部门 折腾了数月的准生证 仍然在难产中 满怀希望迎接新生命的家庭 如今被一直准生证难住了 接下来我们再去广州认识一对夫妻 他们属于再婚再育情况就更复杂了 这个就是我们二胎申请的公事难 昨天也就是2014年4月15号 向先生家住在广州市白云区 32岁的他和妻子都是再婚 南方没有生育时 女方有一个孩子 今年初妻子查出再次怀孕 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 从2月17号开始办理准生证 整整两个月过去 才刚刚进入公事阶段 眼看着妻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向先生心急如焚 如果这一个月真的有举报的话 那就再进行我们的举报内容的调查 等调查完了再公事一个月 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们准生证的办理至今悬而未决呢 向先生给记者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星期五半的结婚证 星期六星期天隔了两天 星期一就去居委会拿那个二胎申请表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领取二胎申请表的时候 居委会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 他说处于我们这种的再婚 而且结婚之前怀孕的 需先做亲子鉴定 证明呢 你爱人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这个做老公的 居委会要求向先生的妻子 在怀孕四个月左右的时候 进行亲子鉴定 这让向先生夫妇感到难以接受 无奈之下 向先生先领取了二胎申请表 先行办理其他手续 因为他的户口在湖南 需要将这些材料寄回户籍所在地 托人办完 再到妻子所在单位办理 这个是我爱人单位出去的 还有这个是我们县 我们镇村三级政府 开的一个我的那个婚姻状态证明 把这一次把这一个表呢 要盖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帐 盖完下来也需要一定时间 等办完这些手续 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 亲子鉴定到底做还是不做 还是没有明确的说法 这时候向先生的妻子 已经怀孕快三个月了 警戒之下 他直接找到了白云区人口 和计划生育局 想讨个说法 听到这个解释 向先生觉得很是冤枉 一个离异了六年 一个离异的四年 而且我们双方的原配偶呢 也都已经结婚了 也都生了孩子了 这个呢就是说 我把我的这个实际情况呢 也告诉他们了 而且我说我在我剧委会 那边的小区里头 也住了三年了 我说这个情况也是属实的 可以去走访一下 他们说这个我们不管 我们只要证据 就是说这个胎儿是你的证据 向先生不明白 既然居委会和街道 对自己和妻子有怀疑 为什么不通过走访 进行举证 而是要通过对未出生的胎儿 进行亲子鉴定这种方式 来提供证据 这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呢 这个要求我做胎儿 亲子鉴定 这个有文件吗 我问他们机委和街道 都是没有文件给我看的 就说您这边有没有啊 去年省里面有一份文件 就是这个导员代部 就是这个社群无法超生的 社群有这种有这种 那个嫌疑的 就是说要配合计则部门 要做好对相关的工作 广州市白云区人口 和计划生育局的这位工作人员 在电话里告诉向先生 广州市的确没有明确的条例 要求再婚再与夫妻 必须进行亲子鉴定 才能获得准生证 东省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 法规纪律处分第十一条规定 对有一定证据证明超计划生育 但拒不配合进行亲子鉴定的 给予留党查看处分 行政撤职处分 向先生认为 尽管妻子在事业单位工作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但是超计划生育 应该首先是建立在孩子出生的事实上 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他和妻子是超计划生育 因此现阶段 根本没有进行亲子鉴定的要求 你要求我拿证据 那你又拿不出法规出来 这个就我很难接受 向先生也想过 干脆回自己的户籍所在地 去办理准生证 但这样的代价 就是妻子无法在广州医院建党 孩子以后没法在当地落户 面对一系列现实的难题 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转而寻求更为折中的解决方案 最后跟白云区协商呢 白云区的答案就是 他们会跟下面协商一下 协商一下呢 先签个协议 签个协议呢 就把这个证券办下来 就是这样应该过 应该也是过了三四个星期吧 向先生终于2014年4月1日 和街道计生办签订了这份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 在向先生妻子怀孕期间 暂不做亲子鉴定 但在孩子出生后 如有相关举报 向先生将自愿前往 有资质的三宅医院 做亲子鉴定 按照别人的一个模板 由我们自己手抄一份协议 双方签名 按上手印 既然有模板可抄 说明向先生 并不是这个街道 第一个签订这个协议的人 这让他更加疑惑 既然早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还要让他 为此事折腾那么久呢 这就跟卖身器一样 为什么 这多少年没按过手印的事呢 就什么年代呢 还按手印 还觉得挺接取的 是啊 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我也是属于32岁 我们那说33岁了 生一孩子 结果还弄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让我无法 能够想通的一件事 现在向先生夫妻 申请二财的程度 刚刚进入公式阶段 向先生每天都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因为没有准生证 现在怀孕四个月的妻子 还无法在医院建档 还没有建档 而且我们现在是四个多月了 糖室筛查都还没有做 因为没有准生证 向先生的妻子所有检查 都无法享受生育险 更重要的是 由于无法进行生育备案 原本工作稳定的妻子 还面临着被辞退的风险 那您爱人着急吗 这个他肯定比我更着急 因为你是二胎 你怀了孕 但是你还没有拿到这个准生证 那就是等于计划生育 还没有承认你的合法性 那么你就可能 他以违反计划生育为由 将你辞退 行政部门是个执法部门 不是立法部门 那么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要依法行政 必须有法律依据 那么如果说在法律上 有这种规定 说是必须做亲子鉴定 那么你去做这种工作 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法律上没有的话 即使你认为 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 但是你是违法 而针对小李 在巴黎一胎 准生正时遇到的问题 小李的户籍所在地 秦皇岛应该负起责任来 在秦皇岛的时候 你的户口上显示的东西 应该跟坑洋江 给你的东西是一致的 就不需要再重新证明 他现在他的婚姻 婚姻生育状况是如何 责任是在当地 那么当地既然已经给他落户口了 那么你就应该承 承担已经落户口的人的 有关的婚姻生育的责任 小小春告诉记者 通过国家卫纪委 近年来多次下发的 关于简化生育服务证的 办理流程上来看 上层的政策明显已经松了榜 根据2012年12月3日的通知要求 流动育林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地乡镇街道 均有责任 为其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 并实行首接责任制 这个首接责任制呢 也就是说这个当事人第一次去到哪去申请 生育 那么哪个地方就是第一个来接待这件事情的单位 而随后卫纪委在今年3月17号下发的通知中 进一步简化了对于当事人的要求 如果流动人口夫妇有特殊情况 无需先回户籍地办理流动人口婚姻情况证明 再到居住地办理一行生育服务登记 而是由居住地狭属街道 继承部门负责 通过国家卫生继承委开发的流动人口信息核查平台 核查婚姻情况 如果因为多地多次流动 继统无法核查婚姻情况 流动夫妻可签署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承诺书 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同时居住地继承部门 带签署承诺书的夫妻 到双方或一方的户籍地继承部门 核实其婚姻 那严格来说 当事人可以不去回情报岛去做 按照国家卫纪委的规定 实际上是可以什么 是由接受这个事情的部门 去跟情况导去联系 那通过部门和部门之间的这种协调关系 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国家的政策在尽可能的方便反进 可为什么却很难入到实处呢 小小春认为 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相互推卫的情况 这与基层的计划生育考虑制度 有着一定的关系 那么如果出问题了 谁可能就要承担责任 那么因为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 因为在中国呢 这个计划生育呢 还实行这个一八手副总责 还有一票否决这样一个制度 对于目前这种情况 小小春做了一个非常深度的比喻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司机开着一个车 路过一个红绿灯 那么路过红绿灯的时候呢 如果警察让他过这个马路 因为警察指挥的时候你可以过 但是这个开车的人看到上面的红灯是亮着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犹豫 我是听警察的还是听这个红灯的 红灯相当于 对 红灯呢就相当于基层的那种考核和管理的方式 警察呢相当于上面这种要求 就国家发了很多文件 乔小春认为 蔚蓝的寄生工作只有转变以往的惯性工作方式 同时建立全面的现代化信息平台 才能使老百姓严厉的折腾症 不再折腾人 甚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看完刚才的节目 相信有不少人纠结了 中央地方政策打架 户籍地居住地推诿 政府信息系统不联网 这些政策层面的问题 正在成为那些人户分离人口 办理准生证的绊脚石 人已经流动了 但管理的步伐却没有跟上 对不同的情况没有针对性意见 再加上那些办理证件的具体执行者 因为怕承担管理风险而不欲变通 都是在人为制造行政耿阻 都是在让准生证成为折腾症 甚至在网上还出现了使用 萝卜章蒙分过关的荒唐做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 连接高校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就准生证办理而言 各地寄生部门应该更多的从服务二次去照镜子 如果我们的寄生部门切实从群众需求出发 简便流程突出服务 群众自然会支持会配合 也才能更好地维护制度法规的严肃性 对这样的政府工作 老百姓一定会满意 好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播出的是央视财经评论 请大家继续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